这方面会讲到神怎样帮助我们对付罪 神在哪里,哪里就有圣洁 祂的圣洁的生命就鼓励我们去尊重神的 圣经说藏在我里面,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 居然就多结果子 因为祂的同在就会叫我们追求圣洁离开罪 我们染过的时候,神就提醒我们 你现在有些怒气了 你现在在发露了 你现在在想一些不好的东西了 神就提醒我们 圣灵也令我们因为犯罪而心里觉得不安 就会不舒服的,总是不舒服的 直到我们悔改,听见神的时候 神就这样平安再一次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神也提醒我们怎样善待人 不要犯罪 你善待这个人,饶恕这个人 神就会感动我们去善待人 离开这个罪,追求圣洁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这样平安喜乐放在我们里面 会鼓励我们,让我们知道 我尊重圣真的很满足的 很喜乐的,很有力量的 我们就是想到这个整个过程 神到底做了什么 提醒我们 然后后来才讲我们怎样对付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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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